我是劍環 我長期關注地景與人文的消失關係 創作常以影像、現成物件 符合美彩裝置作為表現的形式 這次七月來到總野初春 在田吊尋找台江內海歷經滄海商田的記憶過程中 循著真聞溪題、巧遇凱米颱風過後 充滿水淹痕跡的志鴻池 我當時看見志鴻池的植物 在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充滿水紋的土色景象 突然意識到這片美麗的公園 在久違的風雨清醒下 整座是被淹在水裡的 颱風似乎淹出了曾經的海港形狀 放棄我對於邊界浮動的想像 也好像帶回過去消失的記憶 所以記錄起了這曾經暫時存在 又會消失的景色 我也思考著 如何透過現地裝置 去呈現水所帶來的 痕跡與地景變遷 我想將這樣的感受 透過影像記錄 去疊合水流動的聲音 並以紙座的物件 與現成物 去營造水煙平面的漸層 或許透過這些方式 可以喚起你我 對消失之前的想像 去營造水煙平面的曝光 在天気石上 在天気石上